说这个一个人在西汉末期 往往的后期社会动导 加上天灾 天灾人祸齐了 他父亲去世嫂 吃不到东西 就到外面采这个丧舍充饥 那采完了之后呢 他没有吃就放在两个器皿里面 路过的这个 赤梅君 原文叫赤梅贼 因为他们造反 当时往往当政 他们是贼 实际上往往也是 算是篡位 那你说到底谁是贼 当政 为大为正 成功了 那你就是了 但是究竟这个当的怎么样 我们再说 这个 好奇问他 然后他说这个黑的 挑出来给妈妈吃 这个红的还没熟的 那我吃 这个就像是孔乱梨 我们可以因为小时候只学过这些了 就是这些印象就比较深 这个大家都能做到 如果说前面做不到 这个可以做到 哥哥们的年纪比我大 如果这个孩子做不到 那就再想一想 你看现在有的小孩子也是 从小就让他拿一个什么吃他就不给 不让 那也有 这是人性 你看从小就开始变 但是这个时候还好调整 因为小孩小孩差的不太多 那你随着长大了 翅膀硬了 坐的越来越多了 那你再改 大了就顽固 老了就老顽固了 所以 从小一定要 你看我们 说三岁很大 七岁看好 但是 抓住这个时机 尽早的赶 扼杀在摇篮里 这个树根 慢慢这个树才能长得正 能改多少是多少 也是很有限 在命 跟运的角度上 一试 岂能改试试 我们再多说一句这个 往往 现在有些人 我们学证时 都说不怎么样 也是看一看 有的很多创建也不错 包括很多发明创造 现代人 那个游标卡尺 等等 一些制度 什么好像也还行 但是他有点 超前了 过于超前了 就是有一些极端了 好为下面 也想好 好为上面 就是说 相对于来说 贵族层 没有调和好 搞得乱七八糟 来不及整 然后又让他们底下人 地位还不稳 底下人就开始乱做 拿这个做文章 小朋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你怎么办 你全力还做得不稳 那同样 这个 赤梅君 你看 你看 原本叫赤梅贼 但是你看他做的这种事 也是很好 也是蒋义金 陆林好汉 陆林君赤梅君 所以很难说了 有些人说 武则天是女的 那你随便你怎么想 这个 有人说 因为武则天是女的 那你怎么想都行 实际上跟这个关系 有人说 因为武则天是女的 因为什么什么 那你怎么想都行 那你再决定 我们只是觉得那些不太重要 是